水汪汪大眼睛 尖尖下巴外形亮眼 无关精致的诚信小摩 在镜头前露出灿烂微笑 和好友出去玩开心自拍 脸书上全是她在外拍圣地 留下的美丽倩影 但晚晚没有想到 竟然惨遭摄影师杀害 而且涉嫌犯案的嫌疑人 还是她的闺蜜 站在嫌犯档案前 拿着警察局杀人犯的图卡照相 梁姓女子曾经拍过 这样的搞笑照片 没有想到现在真的 跟闺蜜的命案扯上关系 但受害者的姐姐 早就觉得不大对劲 妹妹失踪当天 就在脸书po文说 要找这个女生跟她的男友 但梁姓女子完全不认账 嚣张地在自己的脸书po文 这辈子遇到最瞎的事情 就是说我绑架 甚至还嗆瞎 钱不见说是我偷的 朋友不见说是我绑架的 下次你家失火 不要说也是我放的 让好友之间相当愤怒 无法原谅 就远她的男朋友 前两天因为联系不到心爱女友 还请消防员到租屋处 担心她女朋友自杀 去叫什么 叫什么 救护车跟那个消防员来 她就砍了问你知道吗 这名受害的神经小摩 为了想要来台北发展 就在板桥附近租房子 她就住在这栋名宅的三楼 没有想到才租没有多久 就发生意外 不然就是有时候会 拿行李箱坐在外面等 对 因为她就紫色头发很明显 然后来试试消息吧 我喜欢你 受害小摩在脸书上 经常为美妆用品 代言长相清秀深得网友喜爱 这回发生惨剧 有好友爆料疑似因为死者 曾经说了关于良性女子 前一段感情的坏话 在小摩圈闹得沸沸扬扬 所以才会约男友出来 怂恿她杀害陈姓小摩 那为什么要帮男友做这种事 明明是闺蜜却疑似因为两人嫌隙 害得对方惨死还疑似遭到性侵 不管是间接还是蓄意涉局 好姐妹的一条生命再也回不来了 接着薛学华 李杰 新北市 再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